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暖 你不会真的结婚三年了 都还没有同过房吧 温暖说 嗯 还没有 啊 真的呀 那江淮也太惨了 不过小暖 你是打算把你的第一次留给赵然 然后才和江淮同房 还是和赵然有了孩子才和他同房 或者是打算一直都不和他同房 温暖沉默了会说 怀孩子就算了吧 而且我也没有打算一直不和他同房 毕竟我和他已经结婚了 那就是打算把第一次给了赵然后 再和江淮同房了 我家小暖暖还真是痴情啊 赵然都出过三年了 还对他那么念念不忘啊 我站在咖啡厅的楼梯口 听着楼上的温暖和他闺蜜的聊天 整个人冷静无比 原来他一直没有和我同房 并不是因为害怕和没有准备好 而是因为想要把第一次给他的白月光 这一刻我终于想通了 温暖他始终忘不了心中白月光 而这三年的时间 我也已经还了温家的恩情 离婚对我和温暖来说 可以说是最好的结局 我很想现在就冲上去和他提离婚 双方竟然无法相爱 心中甚至还想念着另一个人 那又何必再在一起 何必再互相纠缠 互相折磨 但我不能 就这样冲上去指挥温家 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温父温母对我很好 就连我父母的目的 都是他们出钱找的 在五年前我家中出世 父亲的乌纱帽被摘下 母亲的公司也宣布破产 一时间所有亲戚都对我家避之不及 更有甚者会落井下石 可以说是众叛亲离 最惨的时候 甚至连睡桥洞都是奢侈 说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都有些抬举我家了 最后我父母身体出现问题 逐一离世 只留下了我一人在世间 要不是因为母亲当时跟我说 小怀 你一定要活下去好不好 带着我们整个家活下去 我哭着点头 求着他不要死 再后来 远在其他城市的温父 得知我家就剩下我一人 借我过去生活也不会再被针对 就把我给揭露过去 温父还给我父母找了目的 花了不少的钱 所以我不能就那么冲上去 我要给温父留面子 给温家留脸面 在楼梯口站了几分钟 我这才走上去 扮演一个好丈夫的角色 回到我和温暖的婚房 我看着他说 温暖 我们离婚吧 见到温暖有些错愕 我在说 其实我们结婚那么多年 你我心里都清楚 我们之间并没有爱情 只是因为 温父想要让你和我结婚 你选择听话而已 我们再这样下去 只会折磨彼此 根本没有必要再下去了 所以我们离婚吧 温暖没有说话 定定地看着我 半晌转身离开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但这个有名无识的婚姻 确实没有再存在下去的必要 现在天色已晚 我也有些犯困了 既然温暖现在不想回答 那就等明天再说也好 晚上我迷糊醒来 透着月光 见温暖正站在床头 仔细一看 发现他竟然抓着刀 一副凶狠模样 这瞬间把我吓清醒了 从床上蹦了起来 灯也在这时候打开了 温暖阴沉着脸 手中的水果刀 晃得我心神不宁 温暖 你想要干什么 我语气有些不满 就算再爱 也会心生怨气 温暖沉默很久 他眼神中的情绪 不停地变化着 有慌乱 有气氛 也有怨恨 见他实在不说话 我也不再强求 实在是太困了 至于拿着刀 拿着就拿着吧 大不了就是进医院 我还不信他真的会杀了我 要是能够进医院 那就更好了 到时候我就能直接 跟温父谈离婚的事了 我伸手准备关灯 却被温暖拦了下来 为什么要离婚 温暖低沉的声音传来 我并没有听清 啊 你说什么 我问你 为什么要离婚 他又说了一遍 我抬眸看他 精致的脸蛋 原打算就此相伴一生的人 此刻在我眼中 却显得无比陌生 我深吸口气 询问道 你说 两个没有感情的人 他们婚后的日子 会过得开心吗 你过得不开心 温暖与气不满 就算你不开心又怎样 这婚事不就是 你求我父亲得来的吗 现在想反悔了 想要离婚了 原来 他一直都以为 这场婚事 是我求来的呀 三年前 温暖的白月光 赵然家中生变 赵然的爷爷 因为贪污被查办 赵然父亲的公司 也因为缺税漏税数额太大 导致宣布破产查封 而温暖 因为和赵然走得太近 温父担心 因为这个关系 而连累到温家 所以想让我取了温暖 断绝外面的流言蜚语 也断绝温家出世的可能 想要报答温父的 我同意了 在这三年里 也是全心全意的 扮演着一个合格的丈夫 只是没想到 这件事竟然会让温暖 如此恨我 我看着激动的温暖 苦笑一声 温暖 我先前说了 我们之间没有感情 继续生活下去 只会互相折磨 与其这样蹉跎下去 不如分开各寻幸福 说完我顿了顿 继续说道 其实我知道你心里 一直都还有赵然的位置 这我并不怪你 以前我天真的以为 只要我对你足够好 就能够让你 和我好好的过日子 虽然你确实是这样做的 但我还是太天真了 我抬起头 看向天花板 深深地吸了口气 我再知道 你不愿与我同房 是为了留下清白身给赵然 那时候我就明白了 温暖愣住了 手中的水果刀掉落在地 我不再看他 盖上被子转身 麻烦帮我关下灯 谢谢 没多久 灯真的关了 听着他的脚步响起 我再次开口 明天我们就去离婚吧 脚步停下了 我有些疑惑 很久都没有传来任何声响 再转身过来 发现温暖竟然又拿起了刀 我叹了口气 温暖 你有什么话直说吧 不必做出这种姿态 如果你是想让我 静身出户也可 毕竟我来的时候 就是自然一身 如此也算是还了你温家 说完我就闭上眼睛 脑袋有些晕了 整个人都迷糊了 我不同意离婚 温暖的语气很冷 但我的脑袋都疼起来了 哪里还在意他的语气 这婚得离 我接受能力没那么大 当不了绿王八 温暖没再说话 我也沉沉睡去 第二天醒来时 温暖已经出去了 这倒是和往常一样 只是这一次 他竟然留下 还带着温热的早餐 结婚三年了 温暖还是第一次下厨 看着色泽鲜亮的炒菜 湿度刚好的米饭 我有些恍然 原来 他的手艺那么好吗 想来是这三年来 并没有能够让他 去做饭的人吧 若是赵燃 只怕他会家务全包 我苦笑一声返回房间 拿出温暖房间的钥匙 他房间的钥匙 我一直都有 但从没有用过 三年前新婚业的时候 他对我说 我现在还没准备好 我们先不做那事 语气带着命令 神情带着厌恶 后来的三年里 他的语气逐渐带着一丝祈求 神情也没了当年的厌恶 但每次温父或温母提起 想让我们要个孩子后 他都会对我说 我还没有准备好 你再等等好吗 我一直都尊重他的想法 可他的没有准备好 只是没有把他的贞洁 交给心中的百月光 今天我不打算去上班 想要好好休息一下 这三年的时间里 我好累 正好可以去温暖的房间里 拿到户口本和结婚证 等他回来 就能够直接去民政局办离婚了 温暖的房间 我进来过两次 一次是领结婚证的时候 一次办婚礼的时候 领结婚证那次 我亲眼看着他 把结婚证放在了什么地方 所以在开门后 就清车熟路地打开了那个抽屉 但在我打开后 却并没有见到我和他的结婚证 甚至连户口本都已经不见了 难不成他放到了别的地方 我打亮了眼温暖的房间 还是决定不翻找了 我和他虽然已经结婚三年 但亲吻的次数都屈之可数 更多的还是肢体上的接触 我坐在客厅 给温暖发去消息 可犹如石沉大海 一直没有得到回复 反倒是我朋友给我发来的消息 只有一张照片 里面是温暖和赵然 一起进入酒店的照片 看着照片 我身体都在发抖 原来他不回我消息 是因为跟着赵然去了酒店 甚至温暖直到深夜才回来 他打开灯看着沙发上的我 语气是从所未有的温柔 怎么都不开灯啊 我抬眸看他 语气平淡 温暖 我们离婚吧 温暖眉头微醋 有些不耐烦 我说了 这婚不可能离 江淮 我们结婚三年了 这三年的感情 你真就一点都不在意吗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三年的婚姻 我们有感情吗 而且 赵然不是回来了吗 和他在一起 不一直是你想要的吗 我们现在离婚 你不就能够光明正大的 去找他了吗 温暖脸色慌乱一瞬 但很快被愤怒掩盖 江淮你什么意思 我们结婚三年了 你竟然这样说我 这样说你 不是你自己亲口说的吗 昨天你说的话你忘了 我也有些烦了 语气带着不满 怎么 和我结婚了 还要留着清白身 等着去和赵然上床 就是你说的感情 什么都别说了 明天就去离婚 见我态度那么坚决 温暖上前拉着我手臂 语气带着一丝祈求 你别听风就是语行吗 我那天只是和小语开玩笑 又不是真的要和赵然上床 我一直没有和你行房 只是还没有准备好 你再给我两天时间 两天后 我肯定和你行房 两天后和我行房 我就呵呵了 我眼神冰冷至极 将手机里的照片打开 重重地拍在茶几上 今天就已经和赵然去了酒店 两天后 只怕都已经怀上了吧 怎么 还想让我给赵然养孩子 温暖看着手机里的照片 神情有些许慌乱 但她还是强装淡定道 这照片不是真的 这是伪造的 江淮你一定不能被骗了 我盯着温暖的眼睛 一字一句 温暖 你真是让我感到恶心 难道就非要让我亲眼见到 你们在床上 你才愿意承认吗 给我这照片的是苏科 这家酒店就是他家开的 难道非要让我调监控出来你 才肯承认吗 温暖这下彻底无法淡定 他快步上前拉住我的手臂 慌乱开口 江淮 你要信我 事情真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和赵然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和他是一起去了酒店 但是开了两间房啊 我和他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把温暖的手甩开 盯着他的眼睛 温暖 你不用再说了 这婚我们必须离 我不离婚 温暖歇斯底里地吼着 江淮你要是敢跟我离婚 我就 我就死给你看 他抓起茶几上的剪刀 抵在自己脖子处 甚至因为太激动 已经划开了一道小口子 我眉头紧簇 抢过剪刀 丢在地上 我火气也上来了 吼道 要死你死外面去 别把老子变成嫌疑犯 你他妈有本事做 没他妈本事承认是吧 既然你给脸不要 那也不用你同意了 我回家去找爸 去找岳父 让他看看你做的好事 他冲进我怀里 死死地抱着我 不行 江淮你不能这样 你这样做 我们真的会离婚的 我正脱开他 又往后退了好几步 我说了 这个婚我离定了 砰的一声 我摔门而去 第二天早上 我到了温家 温父正坐在客厅看报 见到我来了 笑着打招呼 小淮 你怎么自己一个人来了 小暖呢 他没和你一起来吗 我摇头坐在他对面 爸 我这次来 是想要和你商量一件事 就是 我想和温暖离婚了 温父震惊地看着我 为什么 你和小暖过得不是挺好的吗 我再次摇头 爸 其实这三年来 我和温暖从来没有夫妻之时 他心中一直都放着赵燃 对我并没有这方面的感情 现在赵燃也回来了 我和他离婚对他 对我都好 温父沉默下来 他沉思良久 这才再次开口 可是小淮 难道你对小暖也没有感情吗 我没有回答 但身边的人想来都能够看得出 我对温暖是有感情的 不然这三年来 我也不会尽心尽责地照顾他 耗尽心思地去讨好他了 更何况 这三年来他没有与我同房 我也没有在外面瞒过 如果不爱 又怎会做到这个地步 可在爱又能怎么办 对于一个不爱我的人而言 我的爱只会让我陷入尘埃 低人一等 见我这样 温父叹了口气继续说 小淮啊 既然你对小暖有感情 那不妨再坚持坚持怎样 这次我肯定把那死丫头给骂醒 让他跟你好好的过日子 我摇了摇头 我实在是不想把温暖和赵燃进酒店的照片给温父看 也不想把这件事情闹得太大 我还是想以更温和一点的办法来解决 所以我再次开口 爸 我和温暖真的再无可能 就算他同意了好好过日子 我也坚持不下去了 前天我去咖啡厅接他的时候 在楼下听见他亲口说他要把他的癥结给照燃 之后才跟我大背同眠 爸 我不是什么小气的人 但我也做不到 妻子去和别的男人同床共枕 就算他只是想想 没有那么做 我也做不到完全不在意 更何况他已经做了 后面那句 我不想说出来 虽然说出来后 这个婚肯定离了 但我还是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大 温父听着我的话 脸色已经很阴沉了 这个不孝女 她竟然敢这么对你 我现在就打电话让她回来 看我今天不 不用了 我自己来了 温暖出现在门口 手里还拿着一个小胯包 她把胯包丢给我 同时开口 姜怀 我没想到 你竟然真的闹到了我爸这里来 证件我拿来了 现在我们就去民政局离婚 说完她直接转身离开 我拿着胯包并没有打开 心中同时松了一口气 我看着温父 郑重道 爸 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叫您爸了 很感谢您这些年来对我的照顾 小怀 你这是干什么 温父神情有些许的伤感 猜测道 小怀 你该不会是打算离婚后 就离开这里了吧 我没有回答 微笑着转身 温暖就在门外等我 见到我出来 就伸出了手 我没有理解她是什么意思 见我没有动静 她开口道 把胯包给我 哦 原来伸手是想要胯包 把胯包给她 我说道 走吧 现在时间还早 民政局应该还没有午休 我们早点过去 早点办完 她看着我 神情有些黯然 江淮 你就那么想要离婚吗 我都说了 我和赵燃什么都没有发生 前天和小雨说的话 也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我摇头轻笑 温暖 你到现在还没看清吗 我想离婚 不是你有没有和赵燃发生什么 也不是你前天的话 是不是玩笑有关 而是我现在想明白了 你的心我根本五不热 因为你的心里 根本就没有我 甚至在你心里 我只是个利用和温伯伯之间的关系 逼着你和我结婚的恶人 我抬起头 看着天 长叹口气 而且 你的心里一直都有赵燃的位置 我真的接受不了同床共枕的人 心中藏着别人 虽然我们这三年 从来没有同床共枕过 温暖脸色阴郁下来 语气带着急切语不满 说来说去 你还不是在意我三年 都没有和你同房 我都已经说了 我还没有准备好 你再给我两天准备的时间 就那么难吗 看着他这自以为是的模样 我已经不想多言 证件在不在你夸包里 在的话 我们现在就去民政局 不在的话 我们就不用离了 听见我说不用离了 温暖眼眸顿时一亮 可他刚想上来抱住我 却被我的下 一句话给挣住 反正离不离 也不耽误我离开 带着一个已婚的名头 说不定还能帮我 减少不少麻烦 温暖一脸不可置信 还揉了揉自己的耳朵 江淮 你说什么 你要离开 你要去哪 为什么要离开 他慌乱地抓住我的手 我能感觉到 此刻的他在颤抖 也许他真的慌乱了吧 毕竟他说话的时候 声音都有些颤抖 你别走好不好 我们好好过日子 好不好 我们现在就回去同房 我给你生好多个大胖孩子 好不好 温暖这话 要是放在以前 我肯定非常的开心 甚至会兴奋地睡不着觉 但现在的我 已经被磨灭了心智 对他的话也产生不了共鸣 我想 我确实该走了 温家的恩情还了 对温暖的感情 我也 也放下了 继续留在这里 只会让人生艳 还不如远离 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 温暖 我们回不去了 你要是实在不想 背上离婚的名头 那就留着吧 反正那么多年也过来了 说完我不再理会他 转身朝着回了家 温暖就跟在我身后 路上一句话都没说 直到我带着行李 从房间内走出 他这才把我拦住 双眼通红 你真的要走 难道真的没有回头的可能了吗 我没有回答 想走却还是被拦 姜淮 只要你现在把行李放回去 我可以既往不救 先前答应你的话 也还算数 甚至 甚至我现在就可以跟你同房 说着 他开始撕扯自己的衣服 很快衣服下的雪白皮肤 就裸露了出来 可我依旧没有丝毫动作 就任由他那么撕扯 直到衬衫被他撕烂 直到只剩下一件文胸 温暖停手了 他好像终于认清了现实 知道真的已经回不了头 他让开了路 抱着自己的膝盖蹲在角落 将脑袋埋进自己的双腿中 我最后看了他一眼 在心中叹了口气后 转身离开 呼吸着外面的新鲜空气 我感觉自己的人生 好像都有所不同了 我离开了这座城市 带着这三年来存下的钱 游历山河 一走就是三个月 期间我买了个新手机 也办了张新的电话卡 但我还是会给就电话卡充钱 避免就电话卡停机 因为我在等 等一个电话 你好 请问是江淮江先生吗 是我 好的江先生 是这样的 温暖女士向我们律师事务所 提出了对您的离婚诉讼 请问您什么时候有时间过来商谈一下 看吧 我等到了 温暖肯定会和我离婚的 只是要看赵燃给他吹的耳边风 够不够罢了 三天后 三天后 我回到了这座让我留恋 却又充满悲伤的城市 也许我不该回来 这里只会让我回忆起 痛苦和三年的心酸 也许我又该回来 这里拥有着世界上最后关心 在意我的人 我苦涩摇头 不再多想 律师事务所的位置我已经知道 现在要做的 是去和温暖把婚离了 按照路线我过去了 但我怎么也没想到 这里竟然是假位置 所谓的律师事务所 不但没有人 甚至我刚走进来 就被人给敲婚了 再次睁眼时 我被绑在了轮船上 身边竟然一同被绑了的赵燃 只是见到他 我就已经猜到了 是怎么回事 我想问他 有必要演那么一出被绑架的戏吗 就那么想要证明 温暖是爱你的吗 非要扒开我的伤口 再网上撒言吗 但我被封了嘴 根本问不出口 索性闭上眼睛 我有些运船 摇摇晃晃的感觉 让我的头很痛 迷糊的混沌状态下 我好像是见到了温暖 他带着钱过来熟人了 他只向我们这边 和绑匪交谈着什么 我听不清也看不清了 我的头好像还在流血 刺痛的感觉逐渐流转全身 迷糊的感觉更严重了 我没能坚持到 绑匪过来松开我 或者松开赵燃的绳子 就昏死过去 再次醒来 我闻到了一股恶臭 就好像是处于死人堆里一样 我的手脚好疼 穿心刺骨般疼痛 也不知是不是因为 伤得太重没了力气 我竟然使唤不动手脚 只有剧痛一直传入我脑中 我动不了也发不出声音 好像等待我的只有死 看来被救的人 并不是我呀 也是温暖怎么可能会放弃 他的白月光不救 而是来救我这个 要和他离婚的人 也许我还没有真正的 对温暖死心吧 不然为什么心还是会痛 恶臭 剧痛 困意 恐惧将我团团笼罩 漆黑的四周 我见不到一丝生机 绝望开始蔓延 我想我的人生 应该就到这了吧 我闭上了眼睛 等待着自己的下场 可天空的乌云 却在渐渐退散 灼热的灯光 在不远处闪耀 江淮 江淮 你醒醒 醒醒 有些熟悉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 但我已经没有力气 在睁开眼睛了 我感觉我被抱了起来 身体的悬空 让我无比难受 但熟悉的气息 让我又莫名的安心 刺鼻的消毒水位 在鼻尖蔓延 身体已经没有那么痛了 可我却感觉越来越累 我还是没有力气睁眼 就好像眼皮给灌了签 我也控制不了身体 就好像成了植物人 医生 他现在什么情况 是苏科的声音 想来也是他把我就回来的吧 在昏迷前传来的声音 我记不清男女了 只记得当时的我感觉到熟悉 病人身体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损伤 特别是脑子方面 很有可能会变成植物人 这是医生的声音吧 原来我真的要变成植物人了呀 我不想再听下去了 按照现在的状态活下去吗 其实 不就我回来会更好 我更想自由 哪怕是离开这个世界 后来苏科和医生说了什么 我不知道 过了不知道多久后 一股冰凉的感觉在手上传来 是苏科在帮我擦手吗 老江 你说 你怎么就那么惨 他一边擦拭着我的手臂 一边诉说着 家里人都死了就算了 来到这座城市后 还娶了个对前任心心念念的女人 就算温暖在你提出离婚后醒悟过来 但没有她 你也就不会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了 通过苏科的口 我明白了这件事的始末 确实是赵然 想要通过绑架的戏码 来验证温暖到底爱水 可温暖当时选的并不是赵然 而是我 赵然恼羞成怒下不再演戏 直接命令那几个匪徒 把温暖也给抓了起来 苏科也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 只知道最后温暖给丢进了海里 要不是警察就跟着温暖一起来的 只怕温暖现在已经死了 不过温暖现在的状况也不是很好 她在海水里抛了挺久 现在都还在医院里 躺着没有醒来 而我则是在警察抓匪徒的时候 被赵然给偷偷带走了 再后来 就是我给赵然带到荒郊野岭殴打 在发一些火气 想杀死我的时候 警察到了那地方不远处 赵然害怕暴露 就没有再动手 自己跑掉了 我也在团团寻找下 被苏科发现 给就回了医院 听完了事情始末 不知为何我心中生起一丝喜悦 是因为她没有选择赵然 而是选择了我吗 小淮 小淮 温妇的声音突然出现 下一刻 我的手被一双温暖的手握住 我能感觉得出来 这是温母那温暖的手 也就是说 温妇和温母都在知道 我被找到的消息后 一同赶过来看我 留下温暖一人在病房中 我真的很感动 温妇和温母 真的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 温妇和苏科交谈了一下我的情况 直到我身体 已经没有大爱后松了口气 但听见我很有可能变成植物人 又发出沉重的叹息 突然一滴冰凉的水滴 掉落在我的手上 这是温母流泪了吗 这一刻 我很想给温母擦干泪水 一想到温母落泪的场景 我的心不由的加速跳动 也许真的加速跳动了 苏科惊喜地看着心率检测仪 快看 江淮的心跳有变化 肯定是因为温仪的泪水 也就是说 江淮他能够感受到 我在医院躺了 应该有一个星期了吧 我并不知道时间 只是在已经醒来的温暖口中得知的 他醒来后 直接拖着还不利索的身体 来到我的病房 江淮 你醒来好不好 我好想好想你 只要你醒来 我满足你一个条件 什么都能满足你 一个条件 温暖 你好小气呀 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将自己右手手指收起来 比出一个三 温暖很快就发现了 他很惊喜 带着激动的心情询问 江淮 你是说 我满足你三个条件 你就能够醒来吗 我同意了 我同意了 你快点醒来 三个也同意呀 那我可就要多加两个了 于是我又摆了个五的首饰 三年后 温暖带着花来到我任职的公司楼下 大摇大摆的等待着我下班 同事们一个个看着我都很羡慕 江淮 你是怎么让那么一个千金大小节道追你的 是啊是啊 他都追你三年了吧 竟然那么有毅力 真羡慕你呀 江淮 你肯定很幸福吧 我笑了笑没有回答 转身下了楼 见我下来 温暖笑着迎上来 他将花地给我 眼中带着脚匣 三年了 我已经追你三年了 第三件事 我也做完咯 我们是不是可以复婚了 见我没有回答 他拉住我的肩膀 摇晃着撒娇 求求了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